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康路一段247下画出560年代店铺情景 今天的热点看播要为大家介绍了 机上和MyVideo墙片皮诺丘的奇幻旅程 牛年到来 新北市推出了新北奔腾小提灯 一共有三款牛造型 分别为功夫牛 牛来复合 牛魔王 各自有不同的代表意义 而且在组装之后 四肢都还可以活动 并且以随手可得的光源 来取代LED灯泡 兼顾环保和民俗文化 牛年到来 新北市推出新北奔腾小提灯 三款牛造型在记者会上登场亮相 这次的提灯造型 是由纸雕大师洪新富所设计 他表示以新北特色元素 设计了功夫牛 牛来复以及牛魔王 不但四肢可以活动 还有多种配件 有趣又好玩 我们的关节是可以动的 关节可以动 而且呢 他还有除了这个招财敬宝 还有我们的 的那个春年 那另外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代表新北的一个 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金牛角 牛角 新北奔腾小提灯 三款牛造型都各有其代表意义 像是穿着跆拳道服的功夫牛 就象征着运动健康 以及110年全国运动会在新北 手拿奖杯 看起来力大如牛 另外 产生造型的牛来复 意味着新北招商影子 裁员广进 而身穿紫色战袍的牛魔王 则代表新北各项福利政策 都如同子牛般出色醒目 市长侯友宜表示 今年兼顾环保和民俗文化 除了会发放12万份提灯 民众也能够自行上网列印 享受亲子同乐 今年最大的创意 或使用列印的方式 就可以把这一只做出来 这三只牛做出来 主要上我们新北民政 平安网站 各位只要上网站 就可以把这三只牛列印下来 列印下来可以教小朋友用手做 这很有意思 亲子一起在家 做快乐的灯笼 新北市民政局表示 奔腾小提灯可利用手电筒 手机或小夜灯作为光源 也可以直接摆放装饰 当作疗愈小物 预计2月17号起 在各区公所开始发放 从2月20号起 也可以在民政局网站下载图档制作 此外从即日起到2月14号 上脸书新北民政保平安活动贴文留言 就有机会抽中 齐天大圣特别版小提灯 限量1000份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以牛好日子 午后礼祭为主题 制作了春联 福袋 并且在市府大厅 布置了幸福牛车 市长侯友 移旧表示 今年的牛年春联 不论是国语 台语 还是英文 念起来都有各自的谐音意义 就是要祝福市民朋友 天天弄舞后礼祭 迎接牛年到来 新北市政府以牛好日子 制作春联福袋 以及幸福牛车布置 各应防疫 首创数位半年彩蛋机 结合科技 让市长侯友宜 透过彩蛋机 向民众拜年也宣导防疫 从即日起到3月7号为止 依照步骤 秀出手机的QR Code扫描 就可以兑换限量小礼物 拿着你的手机 来QR Code 到我们的彩蛋机前面 来扫描一下 就可以来摸小奖品 然后扭一扭 就会有幸运的奖品 跟着你一起过好年 而今年的春联题字为 牛好日子 不论是国语 英文还是台语 都分别有谐音含义 像是国语的 牛好日子 另一层含义为 牛好日子 意思就是希望 牛转运势 让牛年回到正轨 另外春联中 巧妙地将牛和英文 牛结合 期许市民每天都是 崭新的牛好日子 英文版叫做 牛好日子 新好日子 也叫做新北的好日子 还有台语版 为了让民众感受 年节气氛 新北市政府还将 环状县的幸福站 搬到市府大厅 设计为幸福牛车的拍照据点 还有用招财金币 做成牛力爆发杠铃装置 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 未来一年都能够健康 满满一牛车 记者杨帮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位在新屋路上的文山农场 最近充满着春天的气息 园区内的富士英 正在盛开当中 而樱花布道 一整排的花朵 相当的浪漫 让人一秒钟 就仿佛来到了日本市的 而另外包括了 三樱花 茶花等各种花卉 也都陆续开花当中 欢迎民众 从现在起 一直到农历春节这段期间 一起到农场来赏花 踏青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过一个健康新年 凤眼望去一整排 粉红花海 娇艳又浪漫 由于天气回暖 围沾农场的富士英 缤纷绽放 粉红色的花朵 开满枝头 美不伸收 尤其是走在这条樱花布道 仿佛让人瞬间 飞到了日本一般 在国内就可以享受 出国的感觉 以及因为疫情 无法出国的遗憾 我们目前盛开的是 这个富士英 现在开得非常的漂亮 它花旗 现在盛开大概 差不多十天到半个月左右 除了富士英 闻山农场的杜鹃 茶花 山鹰花 也都陆续露脸 迎接游客造访 各种颜色的花卉 将农场点缀的五彩缤纷 提早烧来春天的讯息 我们除了富士英之外 另外其他的 我们现在盛开的 还有杜鹃花 还有这个山茶花 那后面呢 还会陆陆续续 有这个山鹰花 这个极野鹰 也会陆陆续续的盛开 还有泡栈花 由于再过不久 就要过农历年了 为了让游客 有一处可以走成塔青的好去处 文山农场过年期间 不打烊 欢迎游客到访 尤其这里占地宽广 又是属于户外空间 不必担心人挤人 过年也快到了 欢迎各位 这个到我们文山农场来 来这个走春赏花 文山农场 位在台北近郊的行屋路上 空气清新一人 加上全区 完全采用有机灾重 没有污染 广阔的园区 绿意盎然 从现在到农历过年期间 还有相当多花卉 等待游客欣赏 担心疫情 不想待在人多地方的民众 可以选择来到这里 远离成宵 过一个健康的农历年 记者陈平 张门奇 新店财报报道 新店下沉里 大多为旧式的矮房子 里长廖琼瑶 便以复古怀旧为主题 在安康路一段 247项 彩绘出 560年代的各式情景 其中包括了 冰果市 还有戏院的电影海报等等 让人走路巷子就仿佛顿路了时光隧道 走进了新店安康路一段247项 居然出现了下城里 一旁还有间包子店 墙上张贴着碧潭大戏院的电影广告 这样的情景仿佛让时光回溯到560年代 里长廖琼瑶表示 由于里内大多为老旧社区 矮市平房比较多 所以希望透过复古怀旧主题彩绘 凸显在地特色 这里是老旧社区嘛 那所以就要用一些复古风的方式来呈现 才会跟我们这边的景融入啊 所以就有要求师傅说 就是帮我发这种560年代的东西啦 才能显现出这里的特色啊 复古风的店铺情景 透过了彩绘换起了过往回忆 这当中还藏了许多小细节 像是冰果市桌上的炼乳 相信让许多人想起了 以前吃冰一定要这一味 另外甘马店特有的烟酒饭售标志 都充满了古早味 而在右边墙面的彩绘 则呈现了怀旧咖啡厅 里长廖琼瑶说 还曾经看过有民众特地装扮来拍照打卡 最疯狂的是 那个咖啡店的 我竟然还看到一个女生穿着围裙 来这边当那个服务生在拍照 里长廖琼瑶表示 虽然里内大多是老旧社区 但借由彩绘注入了缤纷色彩 带来的不同的感觉 像是里办公室旁的真面墙 也彩绘成花园场景 让里民来洽工时就会有好心情 未来也会持续规划 让其他巷弄也能够增添色彩 让旧社区有幸福吗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的热点看播 要来为观众朋友介绍的是 My Video的强片 皮诺丘的奇幻旅程 我们马上回来 爱台湾就是要去秘境 爱台湾就是要假飞飞 爱台湾就是要 我们的IT办手里 从爱台湾 发现新台湾 网路搜寻爱台湾 今天的热点看播单元 要来为观众朋友推荐的是 My Video的强挡电影 皮诺丘的奇幻旅程 这部影片挑战了全球 家喻户晓的童话 木偶奇遇记 而故事呢是在叙述一个木偶 他梦想成为一个真正男孩的故事 老木匠杰佩托 将樱桃木刻成了一个木偶 并取名为皮诺丘 这个木偶他不仅会说话 更会走路 杰佩托他于是呢 决定要送他去上学 然而生来顽皮的皮诺丘 真的会好好读书吗 马上就来看看精彩的片段 我需要更多 我需要更多 我需要它 我需要它 但我会有它 我需要上去除了 하면서我把死了 一邊盤kö 笑 questão 三邊三邊 一邊看看 二邊 一邊 一邊 六邊 快去 op 八邊 是... 不董家人的狩獵 你誰知道 ? 多少 串 平台 12月 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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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會知道嗎? 電視你會在那邊 黑眼睛 我會知道 為什麼你會很大? 是個秘密 我不會太動物 我會不會成功 我會變成了一輩子 我會變成一輩子 為何我會成功 请接着让我们来看看 Bovia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店家防护2.0聪明上市 引进AI人工智慧技术 让您更安心 申办速洽2917 3939 跟着老师动一动 身体曲线自然有 现在申办大新店宽屏120枚光鲜上网 就送UNIGIN体感健身课程一年 再送网络摄影机 课程到期再讲优惠价 速洽2917 3939 新北市政府免费法律电话咨询服务时段 为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至5点 每位民众来电咨询时间限15分钟 免费电话法律咨询阵线 自2月1日起变更为02 2964 7111 欢迎多加利用 安康多功能集会所兼用方式及收费标准 比照市民活动中心 场地使用费每小时130元整 冷气机使用费每小时70元整 欢迎市民多加利用 2月27日至3月1日 适逢228和平纪念日连续假日 新店护证暂停受理各项护证业务 含赞人凭证造成不变 尽情见谅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可以扫描画面左手边的QR Code 订阅大兴电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